刚才一个用户打电话 说它的美迪空调不至冷了 吹出来的风就是自然风 一点没有凉的感觉 再询问的话 用户说这个空调只按了三年 当时买的新的 而且是美迪的定品空调 他也说到定品空调用了三年 正常是不至于坏 而且用这三年过程中 从来没出现过问题 那么这个空调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现在只是吹自然风 一点凉的感觉没有 咱们一会儿就去看看 它这个空调是在饭店使用的 并不是跟人家的 可能用的比较重 去看看就知道了 现在到地方了 把空调打开设定到17度 这个空调其实挺好的 质活的 35的 外极可能是双片的 应该这种效果不错 其实打开以后 立马就感觉有凉气了 只不过风速有点小 现在转了5分钟左右 出风口的温度感觉特别凉了 就是风特别小 此时不难看出 这个空调 应该就是过滤网堵了 因为用了三年多 可能也不会清洗 一般饭店都不会清洗过滤网呢 像这种情况 如果再一个吹一会儿 出风口应该会出现白雾的 就是冷气太重了 然后风太小 冷气也不能完全被吹出来 造成蒸发气温度过低 而结冰 吹出来是白雾 现在就能感觉有一点点白色的气体出来 所以说定屏空调还是挺难用的 这个空调新的三年定屏的 估计用个十来年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风口温度特别凉的 一会儿把扇杆打开 看看过滤网 应该特别脏 扇杆打开以后果不其然 看看过滤网有多少回吧 整个糊死了 黑乎乎的一片 这样空调的风肯定吹不出来了 这种效果要大幅下降 而且还特别非电 这个用户买这个定屏空调还是比较明智的 可能是当时最后一批定屏的了 买了三年应该在2020年买的 再之后就没有这种R22的定屏了 这个空调买的时候还挺便宜的 当时花了1900块买的 大1.5P的美帝 因为那一年空调大捞价 所有空调都很便宜 转过点空调价格就起来了 一会儿把过滤网给它刷一下就可以了 视频看到这里 我想问一下广大网友遇到这种情况 应该如何报价 难道就跟用户说 过滤网张了刷一下就可以了 那样收费多少合适呢 如果要50块钱一台 我估计用户也会觉得高 因为他又知道了 自己刷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就特别尴尬了 报价也是一门艺术 看看这个网上有多脏 上面还有油呢 饭店用的就这样 需要拿刷子才能刷干净 过滤网清洗完以后 安装上进行试剂 风速明显增大 呼呼的 比原来大好几倍 这样智能效果 一定就没有问题了 一会儿说原来空调吹的方式自然方式 我估计是长时间工作 然后内机解冰了 管温检测到管的温度过低 就保护了 手机不断了 所以那个时候去的风就自然风了 因为长时间运转内机蒸发器 是有结冰的 管温会检测到 上来之前必须拿着弗里昂 拿着有什么用呢 懂得自然懂 就不明说了 现在三台空调的风量都特别大 制容效果也完全没有问题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好 谢谢观看